黄龙天下第一斗 今日到此一哟 哈喽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 我是鱼豆 看过了2.3版本的前瞻直播后 大家是不是都被黄龙一斗的独特笑声给吸引了呢 本期视频呢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黄龙一斗与九条沙罗的不得不说的故事吧 他俩的故事起源于眼兽令 九条沙罗作为眼兽令的执行者 黄龙一斗的神之眼 必然是要收缴的目标 就这样 黄龙一斗就被九条沙罗揍了一顿之后 失去了神之眼 之后就有了黄龙一斗口中的夺眼之仇 为了报仇 他提出与九条沙罗进行决斗 一开始九条沙罗见他十分认真 便约定择日再战 然而没有想到这个决斗的方式 居然是相扑对决 哪有和女孩子进行相扑对决的 这也太奇怪了吧 简直就是骚扰好吗 之后黄龙一斗 便在多处公告板上 以不同的称号留言 最开始得到的回复都是 九条沙罗大人保证与死人毫无关联 直到来到黎岛这里 九条沙罗直接破防 也就只有黄龙一斗这样的人才能叫九条沙罗回复出这样的话吧 在黎岛码码头这里的公告板上 他俩这样恢复的 我居然在这里看到了欢喜冤家的剧本 与海岐岛的战争结束后 黄龙一斗还是不忘相扑决斗 眼兽灵废除 神之眼归还之后 九条沙罗再次回复留言 这条留言还被特令保留 简直就离谱啊 在商店街的公告板这里 黄龙一斗留言时被当场拽货 在花间版的公告板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黄龙一斗被九七人保试之后 再次被抓入狱 黄龙一斗的相扑对决留言下方 还有两个人回复说 想要九条沙罗接受挑战 希望看到街头公开的相扑表演 说实话 我其实也想看呢 好了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哦